謝謝各位嘉賓今天第一名 我是新鮮農管院教授老師 比較聚首 這個時間就是派我來消耗時間的 這邊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這場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其實很難得 一個是小弟目前指導的學校 那另外一個是我自己的母校 中心高手 我是47屆的畢業生 那其實大家看到台上的學生 這樣子的表現 我們很難想像 中心高中他們在三年前 面臨寶社和親危機 然後目前以全薩克團的方式 重新振興起來 另外 新大附腦的部分 也很難想像 我們在一年前在指導這些曲子的時候 我們在管院社有一個非常知名的行進曲 叫做雷神 我相信講這個曲子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連這種行進曲 在一年多前 可能連合奏都合奏不起來 但是其實這一年真的是非常的冒險 這一年真的是冒險的一年 就跟我們最後一首冒險物語一樣 我們採一個非常冒險的政策 我們循著學生的意志 學生說 老師我們今年會想比賽 OK 好 那我的部份就是努力的把計畫寫出來 學校也訪問 這邊真的很感謝 新大附腦的主任 然後還有 中間高中 兩邊的學校 支持 學生 自由意志的發展 OK 好 那 在台上可能會發現一些比較陌生的臉孔 甚至是有點比較成熟的臉孔 那也不妨大家說 就是有一些學生是我們的友軍單位 然後友軍單位 是這些同學好的朋友 有從女中來的同學 有家鄉的同學 那另外有一些是剛畢業的西藍部門的校友 我們非常歡迎這些也非常樂見這些學生 能夠繼續在音樂這條路上鋪陳套這條路 除了在自己的課業或者是技藝方面 有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比如說像我們中間高中 管院社 新兵的管院社 在近幾年 管院社 我只講管院社而已 近幾年的國立大學錄取率至少一半以上 那 剛剛在下半場 法國號讀中夾幾位同學 他也是全國技藝比賽 就是明天簽 OK 所以 學音樂的孩子真的不會變壞 因為真的沒有時間變壞 每天都要想著 我這段還沒吹完 你還沒練完 怎麼辦 這是一年級的 二年級的在想什麼 一年級的怎麼這段還沒吹完怎麼辦 我都沒時間練我自己的 真是很尷尬 OK好 好 看起來也準備好了 看起來也準備好了 那我們 同學是不是可以趕快進來 我把話趕快講完 可以走開一句聲音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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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k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